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人民网台节目,哲理中环。 今集会继续讨论李天命的思考方法。 今集和上一集是一集, 因为太长,我们分为两集。 这两集都是由叶达梁先生评论李天命先生, 以你分析的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在李天命的《沙娃艺术》里面, 有一段批评福哥的说话, 批评欧陆作家福哥的说话。 上一集我们录了一半, 今集是播了一半。 今集是由我开始发言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对两位有些回应, 我想这些回应是必要的, 只是支持, 没有这样讲过, 试试再这样讲, 我觉得会加深了解。 我都是讲第二点, 我刚才讲的第二点, 就是同意叶卿说的, 这段说话根本就没有意义, 更加不是精神, 更加不是预意错乱。 或者就回梁卿的那句说话, 因为梁卿就觉得, 刚才引了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他不知道说什么, 完全不明白阿福可说什么。 但是, 我很同意叶卿说, 这段说话, 刚才叶卿说的, 我基本上大体都同意, 不过我想针对梁卿说的那句说话, 他觉得不清楚, 不知道说什么, 我试试解释, 其实都是叶卿的意思, 不过对应那句说话, 看看梁卿觉得是不是都可以理解。 梁卿好像觉得, 这些说话都不知道说什么, 讲到有意思的人, 就好像大家讲的都不同, 但我都讲过, 跟叶卿的了解是一样, 不过可能有些细致不同, 大陆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是那些, 你喜欢的为什么, 刚才梁卿好像有意思, 他好像李珊说的, 是语意错乱, 所以根本就没有意思, 说讲到有意思的人, 自己随意讲的, 所以叶卿说的, A这样讲, B这样讲, 两个讲的都不同, 但我再强调就是, 我跟叶卿的讲法是一致, 都认为是有意思, 而且意思大体相当, 不应该被科学垄断的, 即是疯狂的概念, 了解, 这是一致的, 我们都是这样解释, 我们不是说, 两种不同的解释, 不过刚才叶卿回应梁卿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针对那一句去讲, 我尝试针对那一句去讲, 那一句其实都清楚, 或者是, 再讲那一句, 梁文质疑那句, 就是说, 如果这种科学的姿态, 并不能够由内在的精神病的论述之内, 而加以学到解释, 那一样这种姿态的发展, 就一定学着其他一些, 外在论述之外的条件, 而加以生产出来, 构成出来, 但特别是, 他好像一句都没有人的, 一人就是那样这种姿态, 那种姿态, 那种姿态, 我可以逐的关键诈解释, 要这样讲, 我相信, 梁文质疑, 我相信, 才有多些机会, 同意我们的说法, 这些说法, 本身清楚有意思, 不是我们讲到它有意思, 或者清楚, 就是, 它本身就有些意思, 或者清楚的, 譬如他这里讲科学的姿态, 就是指, 一般讲科学就是科学, 为什么讲科学的姿态呢? 就是, 有些东西根本不是科学的范围, 科学讲到它好像很科学那样, 那这就是科学的姿态, 因为姿态就是摆个样子出来, 你要讲科学, 但有些东西都不是科学可以垄断来讲的, 譬如刚才说, 不正常这样, 不正常不是观察上它是少数, 或者你界定了什么叫做影响自己的生活等等, 就是不正常, 不正常呢, 可以有一些条件, 但那些条件都未必只是讲观察的条件, 可以是一些非观察的条件, 譬如理性, 根本就不是科学可以讲到的范围, 但是科学家可以讲到, 他的讲法就是可以讲理性和不理性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一种科学的姿态, 就是他要讲到, 这些都是科学来的, 但那些其实可以不是科学, 而是科学的范围, 因为你不理性, 那不是科学可以决定的, 这个就是科学姿态这个字, 就是那种姿态, 另外, 为什么学着其他一些外在于论述之外的条件, 而加以生产而成呢, 生产出来, 构成出来呢, 他在这里讲, 就是科学, 他讲到疯狂, 好像是一种很纯粹科学的意思, 但其实他意识不到, 一些这样去用科学角度讲, 就是疯狂, 或者精神病的意思呢, 其实是建基于科学论述之外的一些, 刚才大师兄讲假设的那些东西, 就是假设了, 这些就叫做, 就是疯狂, 或者不疯狂, 或者不疯狂, 但是这个假设可以不合理, 因为它不可以垄断, 譬如你不理性的意思, 它只是说少数, 多数, 和一般我们理解到的, 伤不伤害到, 就是伤不伤害到, 比如日常生活, 但这个伤不伤害日常生活, 已经超越了科学的意思, 就是, 怎样叫做, 就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 选不选害日常生活, 因为选不选害这个概念, 已经可以有一个, 比如价值的判断在, 不是你, 只是用某一些人的体法, 这样的时候, 科学讲到疯狂, 其实它的基础, 已经在科学的论述之外, 所以那番话,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就回复柯, 它容易赚, 不是语无伦次, 或者不知所谓, 甚至说到好像语意错乱, 那这两位兄台, 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想就是, 第一就是, 姿势, 就是这些字眼, 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都是中文写的, 我不知道是译或是什么问题, 这个姿势会发展的, 那么, 就一定要, 学着, 其他, 学着什么呢? 学着其他, 一些, 外在于论述, 外在于论述, 在之外, 的条件, 那些是什么条件呢? 而加以生产出来, 那其实, 当然你经过另一番解释, 这件事是有意思的, 但是, 你的解释, 是不是真的, 真的可以由这段说话, 那里可以看到呢? 那我就很怀疑了, 因为, 你看什么叫, 一定学着其他, 我不知道译文是什么缘故, 因为, 是什么, 一定学着其他一些, 外在于论述之外的条件, 而加以, 生产出来, 因为, 你说, 这个科学, 姿势的发展, 这个科学姿势的发展, 那你的解释就是, 这个是, 是一种, 科, 如果没有听到, 那些, 精神秘力学, 他预测了一些, 这样的东西, 那样东西的发展, 就是, 就一定要学着其他, 一声外在论述之外, 怎样会学着, 他的条件, 而生产出来呢, 你想想, 他正在说些什么, 怎样会学着呢, 我就没明白, 好了, 都好, 好, 多谢, 各位非语, 和阿光月卿的进入发言, 既然阿光月卿, 很针对这句话, 希望, 我希望, 用很简短的时间, 回应一下, 这段文字, 首先, 不是福柯本身文字, 这段是二手资料, 某人去写福柯的, 李先生吸引了一个注释的, 但是, 李先生都没有注明那个作者的名字, 文章的名字, 他只是注明了这个文章出处, 这次要澄清, 这段文字, 并非福柯本人的文字, 而是某人去讲解福柯, 这个某人, 究竟是外国人, 这段文字是中文翻译, 还是, 这个某人是, 枉然的中国人, 写中文的, 这段是原文, 亦都不得而知了, 包括, 无论如何, 我想, 我们读书, 读文章, 有点同情的了解, 有点我同意的, 就是这段行文, 并不流畅的, 这段行文, 就有些甲前不清的, 在用语显词上, 但是, 是不是有甲前不清的, 用语显词, 这个, 拖拖搭搭, 等等等等, 这些就是, 一个充分的理由, 去讲这段文字, 亦无论此, 不知所云, 是不是一定文化不恰当, 慈禧不通讯的, 就行文, 亦无论此, 不知所云, 我们读文章, 是不是可以有些同情的了解, 这个意思, 就, 我刚才这段话, 就有部分意思, 在第一次, 第二次发言都有, 有表示的了, 那, 还有些意思, 刚刚表示出来, 这句说话, 就是如果则的, 既然, 我相信, 我相信, 这段话, 整段, 也无论此, 他只是举了这句说话, 做例子, 就是这段话第一句, 因为第一句, 如果则来的, 所以, 我们读出来, 如果这种科学知识, 并不能由内在于精神病学的论述之内, 现在已学到解释, 那么, 这种知识的发展, 就一定学着其他一世外在于论述之外的条件, 现在已生产出来, 构成出来, 好了, 首先, 我承认这句说话, 不是通顺的中文, 只要是原文是中文, 如此不通顺, 还是译文, 亦得不如此, 我们不予考究, 但是,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同情的了解, 去读这句说话, 在如果里面, 已经有加以学度, 学度, 即是, 我们再将如果的前件, 这个如果则, 这句子条件的前件读一次, 这种科学知识, 并不能由内在于精神病学的论述之内, 而加以学度解释, 行文是不通顺的, 但是意思是否不明白呢, 不是, 就是这种科学知识, 不能由精神病学的论述, 去加以学度, 都不是很尊重, 应该就说, 一个人如果要学习这种科学知识, 就并不能够透过精神病学的论述, 其实意思是清楚的, 行文的确是, 甲然不清, 愉快不清, 我同意, 但是这句话是不可了解, 是软无伦次, 我认为不可疑, 我们是了解了意思的, 相反我们, 如果中文被译者, 或者作者的行文要优秀, 我们可以将这句句子, 用一些更为通顺的中文写出来, 这里讲到, 一个人去学科学的知识, 不可以在精神病学的论述去学, 则, 这种知识的发展, 就一定学着,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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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现在以生产出来, 构成出来, 我也同意, 行文上, 不是很理想的, 是一个不通顺的行文, 但是不是全部意思呢, 是否与无伦次不知所云呢, 我以为不是, 这种知识, 我们要学习这种知识, 我们要认识这种知识, 我们要了解这种知识, 我们要了解这种知识, 我们要在精神病学的论述之外, 我们要了解他了, 我相信这个意思不是难了解, 这句只是原文, 是译者, 作者写的中文, 写得格情不清, 但是通过同情的了解, 同情的了解, 意思是可以说明的, 这句话呢, 就是这段话的第一句, 我相信梁兴恐怕认为, 这段话很多很多句子, 都是乳无伦次, 不知所云的, 我们限于时间, 只是举了第一句做例子, 我想我们各自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不如我们三位稍微做一点点总结吧, 大家的意见也相信表达得很清楚, 论点也很清楚, 三方在讨论里面也提出了一些论证, 去支持自己的观点, 反驳, 或者反对其他朋友的观点, 在这里, 不如稍微做一点点总结, 我们结束这次节目, 好吗? 是, 刚才讲过一些, 总结我都不再讲了, 我讲一个, 就好像刚才我没有刻意再讲的, 就是总结的时候, 我现在讲了, 就是第一点, 就是不太同意叶兵的说法, 不同一个地方, 就是不是说李先生, 他的与你分析做得不好, 或者做得不好, 就是那个例子, 就是叶兵自己做得好, 或者比李先生, 李先生不好, 不是这样, 就是他将那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 就是欧陆作家的例子, 那个例子, 他对于福克说的东西, 是不了解的, 问题在这里, 就不是李先生做与你分析做得不好, 就是如果真是, 福克好像要了解, 是语意错乱的时候, 这样痛处一下, 他已经都可以了, 就是说他自己不明白, 就是觉得其他人看都不明白, 这个是一个意愿错乱, 不需要多解释, 所以不是李先生那个, 许你分析有没有病, 有问题, 或者做得不好, 而是他对于福克哲学的了解不好, 就像类似上次, 就是之前我们讲, 譬如福克中, 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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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这些说法, 是辟易到, 没有人了解到的, 就是李先生自己不了解, 他就当做一个辟易的, 一个一个, 就是恰当的例子去讲, 李先生这个问题, 不是他许你分析做得不好, 或者说不妥当, 而是他不了解一些, 他不了解的, 就是欧陆东方之后, 这一度, 就是总结一一点,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看这些文字 如果这种科学姿势 其实科学姿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经过两位解释其实都不是很清楚 还有为何可以在这里看到你两位的解释 我都有些疑问 并不能由内在于精神病学的论述之内 而加以学到解释 其实这个语理就不通了 我自己觉得 怎会学到解释呢 那样这种姿势的发展 就一定学着其他一些外在于论述之外的条件 而加以生产出来 什么叫生产出来呢 构成出来呢 即是他讲些什么呢 这种科学姿势 你要学一些论述之外的东西去生产出来 你究竟讲些什么呢 这个纯粹 我觉得是那种用语 即使你说他可能有这种意思 那种意思 但至少照我看就是 这种用语本身 他已经本身是 我的意思不清楚了 科学姿势 生产出来 学着 和我们一般 我们用这些字眼的时候 意思都不一样 你怎么学一个姿势呢 那 你说 学 加以学到解释 那我 那种语理上 我觉得完全是不通了 你不是不明白他说什么 那多人你可以说 我其实 我读过Foucault 我读过很多东西 那我觉得确实有意思 那但是 但单单就是你看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好像你两位说话 那我就明白他说什么 但是 你单看这句话 就是说 一个没学过Foucault的人 他单单听你刚才两位的解释 其实都会明白他说什么 但是单单这句话 本身 一个没学过Foucault的人 我当 他就是 我想肯定不明白他说什么 那我想 李珊批评 这是语错联主义 就是针对这些 那 那 那 我想这段说话 起码就是 刚才那些用语本身 就是 是不清楚 还有 这个我们平时 都不是这样用这些字 以致整句说话 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而你 你说知道他说什么 就是因为 你不是由这些说话 看到他说什么 而是说 你已经知道Foucault说什么 你说你对Foucault的解释 而你将解释 这段说话 其实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这句说话 本身就 单单一个正常 就是中文人 是看不到这个解释的 这个不关乎他 是不是读过Foucault的问题 OK 本来 期待大家做些总结 但是恐怕 幸好 郭元兄都意犹未尽 继续讨论 那 贵宾就真的尝试做总结 那 我也稍微 回应一下贵宾兄那点 贵宾兄的总结 从我们这个节目制作的角度 我都很感谢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都是讲议理分析 那 郭元兄又回到我的点评里面的一点 不过我再想表达多一次 我的意思又没有那么强烈 我做的才是预理分析 李生做的就是不是预理分析 或者我做的才是好的预理分析 李生做的就是一个坏预理分析 那 起码郭元兄最少认取 这一点 我的意思又没有那么强烈 我在第一次发言里面 就用一个反问句子 请读者思考 哪一种才是预理分析呢 我在第二次发言里面已经澄清了 我并不反对 蛙虎讽刺 不是预理分析的表达方式 我只是用例子来说明 所谓例识 不是预理分析的表达方式 我都同意 例如例识 蛙虎讽刺可以是预理分析的表达方式 但我在第二次发言里面 有提到的就是 就算蛙虎讽刺是预理分析的表达方式 或者在一个具体的分析里面 是用讽刺蛙虎 或者用例子说明 例子解释 例识去做一个所谓的预理分析 这样的话 这一段的预理分析 必须奠基于 一个符合字面意思的预理分析 就是分析 关键语识的意义等等等等 如果是一段蛙虎讽刺 或者是 例式的所谓的预理分析 它没有办法奠基于 字面意识的预理分析 戒定关键语识的意识等等等等 澄清说明关键语识 澄清说明关键语识的意识等等等等 那则是不成立的 我想我的宣称会弱一点 那则是不成立的 王耀卿再一次表达这句话不可解 不可解,只不过不是就这句话本身,而是背景知识 这不是总结,光业卿做了批评,我稍微背景一下 这段话是否一定要用对付Code的背景知识才可以了解到 我认为不是,这始终要澄清就是一句话行文不流畅,不通信 是不是以错练不知所云呢? 我们中学生写文章,老师经常批评,这句话写得不通信 可以这样改写 语句不通信,文法不通信,不一定是语无论次,不知所云 相反有时,不是全部的,有些情况可以读者了解的意思 既要建议可以怎样改写 我承认这句话本身是语意语法上不通信 但这句话是否以无论次不知所云呢? 似乎不是 是的 这种姿势是什么姿势呢?就是第二句 我在第一次发言里面就已经说了 这种姿势就是这段话的第二句 就有表示 虽然那句话本身也是并非语意或者语法通信 既然精神病学一开始就加以肯定了 这种将疯狂加以特殊形式界定方法的科学姿势 这句话是讲出这段话里面的科学姿势的意思 就是精神病学一开始就加以肯定了 这种将疯狂加以特殊形式界定的方法 我刚才在第一第二次讲述都已经有用其他语词去表达这句话 或者这句话的主词的意思 就是精神病学是用某一种方式去了解疯狂的 而这个了解是精神病学的presupposition是预设的 科学姿势这种姿势的意思 最初是这段话 就凭着这段话可以分析出来 这种姿势的发展 这种姿势是人类在远古时代没有这个疯狂的想法 到了现在精神病学的疯狂想法 很简单地说 一定要有一个生成 有一个构成 有一个生产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所以这个片语 这种姿势的发展 并非是全无意义 并非是与无论次不可不知所云 我同意这个句子有些价钱不清 但是这句句子是与无论次不知所云 恐怕就不是 这里稍微会议将功用轻弱 不如这样 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做个总结 但是再不要提出论证 否则的话 我这里的节目 没办法做 但我都想回应 因为在梁刚耀说一番说话 因为你都说我不是一个总结 他是说一些新的意思 那我先回应一下新的意思 好 因为我做总结的 但是他就好像加了一个point 那我就再加一个point 再说 因为梁兄我加一个point 就是说这段说话不清楚 不过我和你和叶兵讲的说话就清楚了 那为什么不用我们说这么清楚的说话 而用这段不清楚的说话说呢 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会和叶兵这些点上的 看法是比较近似的 就是说这些说话本身都清楚 就是不是我们清楚过去意 我们就是跟着这个说话去解释 那就是在关键的语事 至于刚才叶兵讲的那些 语法上是不是这么不通信等等 那我就不评论了 因为起码对关键的语事 整段 就是头一句的意思就整个不败 就是他不理训法是否通信 实际上我们的了解都很一致 就是科学不可以垄断 对于所谓疯狂的这种的体验 这个没有这个意思 这段说话哪有这个意思 这段说话哪有你刚才的意思 所以我就再回应 就是你说需要不需要了解科的语学 当然要了解 你不能够孤立一个作家的一段说话 就说他说什么 但是你应该大概了解 再看这段说话 比如关键以前就是科学姿态 就是刚才你用了姿势的字眼 你用了姿势的字眼 你好像觉得科学科学都比较科学姿势 好像是 或者可能你的看法是一个闭义 这个闭义就是一般人不明白的 但是这些字眼其实很普通 就是我所了解的欧陆作 就是这些很普通的说法 都不是说那样东西 而是那个样子出来 就是类似我们说有姿势 未必有实际的意思 就是未必是说 说回一些我们认同到 真是科学的东西 就是摆个样子 科学那样 姿势是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是 那个词都了解到 不是语言说的 我跟叶平的解释 我觉得都是跟回 大背景的同意 是有对科学的了解 因为你没有大背景的了解 的确是你真的可能不知道 科学是这样的 但不是他容易不清楚 你不知道为什么 他讲到科学是一个姿态 就是精神制学是一个姿态 抽离的背景 你这么说当然是无意思的 无端说精神病那些 就是有垄断 或者不合理不理性 当然有问题 但是知道他... 什么叫科学姿势 我听了这么久 我都不明白科学姿势是什么 科学姿势就是 摆个样子出来 像科学那样 我判断什么叫疯狂 我有些数据 这些叫疯狂 但是这个不科学 因为他加了一些 这些不是政策观察的东西 就是... 那个疯狂呢 介定了一个不理性的意思 那个不是 能不能观察到的问题 就是你说一个人不理性的时候 不能够单单看他是少数人 这些行为影响到他 他叫正常生活 或者对他一般正常生活 有损害的 最后了解 精神教学有这些说法 但是什么叫损害呢 就是一个意见人士 他可能只是挑战这个政府 可能是政府的统上 你说这个科学姿势的意思 你如何肯那句说话看得出呢 虽然精神病学一开始 就加以肯定了这种特殊疯狂 加以特殊形式界定方法 即科学姿势 我就看不到你刚才 你解释的科学姿势如何 在这句说话 可以看得出有这个意思 我完全看不出了 是 刚才我说的需要一个背景 我了解 知道他对科学 也不是反对科学本身 反对科学 是超越了他自己的范围 他说一些 不是科学可以说的 但是你再看那句说话 他说是 他说一开始就 加以肯定了这种特殊疯狂 这种 所谓 这种将疯狂 加以特殊形式界定的方法 就是 就是 但是这段说话 你说这就解释了什么 科学姿势 但是但是这段说话 你怎样看到科学姿势 就有你刚才的意思 我又 我又听不明白 如何你可以得出这个意思 是 我再说一句说 再補充 因为你又说了另一段 就是你刚才说 本来是说如果质那句 你说这个 叶平说这个是科学姿势 那个说明 就是说 其实他为何将科学 讲到一个科学姿势 就是我刚才说 就是要了解科学 所以你说 是不是要了解科学先 才了解到某 就是是的 不是你为何 会将科学讲到一个姿势 两个都不了解 但是如果了解它的背景 再看科学姿势 这些用语 就没有问题 因为它不是讲科学本身 而是讲科学 放个样子出来 说自己很科学 但是那个 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 不是讲经不观察的问题 这个科学姿势 这个关键语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或者交时间给叶平 好了 既然两位空台 讨论得这么容易 那我就就着同一个课题 不要另起了 我都就着同一个课题 再稍微说明一下 刚才贵彼卿 就缓引少少 不属于这段文字的意思 就是贵彼卿如何了解福阿 去说明这段文字 这点我不反对 我做的就是跟贵彼卿少少不同 我尽量就这段文字 尝试说明都有意思 我希望这样去回应光业卿 但有点要注意的 这段文字我第一次发言 或者第二次发言有提到 这段文字是隐文 它有一个上文下的语境 这段文字最开始 是一个如果则的句子 所以前件 这种科学知识 既然用了一个指词词 这种 这是接着上文来说的 那是不是上文 稍微有说明这个知识 是什么呢 我想请梁卿要注意这点 当你追问科学知识 不可解 以无伦次不知所云 我请梁卿要知道 这段文字是撤离了墨落的 这段文字开始使用代名词 这种 如果我们的读者假定 真的只是读到这段 切出来的文字 没有看到上文 我们需要知道 上文有可能交代了先 那我们单单就这段文字 本身看这种科学知识 是什么科学知识 就是我刚才援引的第二句 精神病学一开始 就加以肯定了 这种将疯狂 加以特殊形式 界定方法的科学知识 那我相信就是 刚才桂必卿的策略 就是援引一些不属于这段文字 这段文字没有表达多少幅 意思去解决句子 我不反对 但是我认为这段文字本身不可解 我今天发言的策略 都是尝试这段文字 我觉得这句话并非不可解 这句话并非不可解 他都说明了 这个所谓的科学知识 就是这种 将疯狂加以特殊形式 界定方法 我同意这些行文 未必是很流畅的 但启尔曼夏理应该清楚了 就是精神病学有预设的 预设就是将疯狂视为 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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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预设之下才开始精神病学 例如欧忌尼德基尔学 例如欧忌尼德基尔学 会计定什么元 但是欧忌尼德基尔学 对点线面对直觉 对圆形等等 我们有认识的 那些认识 我们可以叫做 pre-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数学是预设 对数学所研究的东西 有些是潜于数学 潜于科学的认识 了解的 而数学 就预设了这些认识 了解而去进展 由此我们才可以区分到 这个Defination of circle 就是正确的 就是真的 那个Defination of circle 就是不正确的 不真的 这里也相应的 就是精神病学 预设了对疯狂的 pre-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精神病学预设了疯狂 是如此如此 然后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它 在这里很清楚 就是这个所谓科学之势 就是指这些 潜于精神病学 潜于科学 对疯狂的了解 而又是精神病学的预设 如果是这样 你不如用预设 你为什么用姿势呢 你用一个这样的字 如果你的意思是 讲预设的 那你用预设就可以了 我大家了解 你用姿势 那就令到不可解 不可解用预设 就是说 我听你这样说 原来你说预设 那你为什么不用预设呢 你用预设的字 我人都明白的 你用姿势 反而令到我们是 由明 变了不明 怎么叫姿势呢 因为姿势就是什么呢 即是我姿态 因为我的 你是 是奇怪的 你说 这个其实是讲预设 那你就用预设这个字 我觉得 它不可解了 因为如果这个话 他真的讲预设的 你讲预设 你讲预设就可解了 你用了姿势 不用预设这个字 他讲的时候 就令得我们远离了 了解这个话的意思 正确我正确就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 苹果的预设 它自己是用预设 而且我觉得 未必需要用到预设这个字眼 因为这里用姿势的字 可以是 做回刚才的意思 因为姿势和实际 我们经常都说 未必是同一样 他为什么说到科学的姿势 因为刚才我理解 就是 用回姿势本身这个字眼 就是 如是可能真的不需要用这个字眼 但是 你刚才说的 是对的 不过我想看回科学姿势这个字眼 说 为什么用这个字眼 就是 我也讲过 智学家那些辟义 在以前那些集中也讲过 因为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用的 其中有的意思是相近的 不过又比平静的意思是深入 或者是近的高级 就是这样 就是 姿势说出来 就是摆个样子 我们一般的叫法 跟这个实际可以不同 就是 你摆个样子出来 可以很勇武的 比如这样 但实际上你很不行 就是又不能打 这个我们用姿势 我们实常语言 我们实际上 有些同意 所以科学姿势 有一点是跟这个 日常语言用法一样 就是 你摆个样子好像很科学 很 scientific 我讲数据 讲经验的理据 不是脱落的 好像很严格 很严谨 很知识性 但问题就是 你讲的东西已经超越了 你的所谓观察的范围 当你说到理不理性 不是科学可以用数据去决定 比如我们说 一个理性的决定 这个科学不可以决定 但是摆个样子 都是科学决定的 我科学都决定了 你是不是理不理性的 他们这样的时候 就是一个姿势 就是 被人觉得好像是科学 但实际上 你摆个科学姿势 实际上 你不是科学的东西 或者起码不是 完全是科学的东西 我始终觉得是有问题 因为 你说科学有如此 或者说科学一定会 肯定了一些 界定了一些字 是 譬如 我们才是研究科学的 那没问题 譬如说死亡 那科学家 或者医学人员 去到死亡 定义都会常常变的 好了 那 那单单是这样 你说 它是这种 如果 如果这样 你就是姿势 就说 其实它是 它不是真的科学的 不过它是 扮是科学呢 那我又 又 又觉得很难明白 就是如果是 因为你两位的解释 其实已经是有些不同的了 所以你说这段说话有意思 而你两位的解释 都有差异呢 那我就 很难相信 这段说话 真的有个明确的意思 那么 梁卿呢 就刚才第一段发言 你说这段说话 这些某句说话 可以有很多意思 这段说话 不是 可以解释很多意思 可以解释很多意思 真的很多意思 是 最少 这个意思 不是李生的意思 李生的意思 这段说话 是乳无伦次不知所云 那梁卿你的说话 就是这段说话 可以解释到很多意思 不是 他也是说 不知所谓 不过我们都说到有意思 最有意思 就是他都觉得 这些事是不知所谓 不过我们说到有意思 不是 我是特别针对李生人的两段说话 不知所谓 听众朋友也都清楚 很难在一个一时三刻 对同一个课题 有个明确共识的 最好大家总结发言的时候 也不要再做论证了 否计的话 被批评的方 总是想有回应的 那说话总要有个最后说话者 希望听众朋友知道 就同一个课题 说最后话的人 未必是所说的话 未必是正确 或者是真 我們都要做個結語 我相信正反雙方的意思都表達得頗為清楚 梁卿一再認為這段話裏面的若干句子 與無倫次的,沒有意思的 梁卿一表述時也說到可以有很多意思 這裏究竟是與錯亂還是與虛佛等等 要進一步檢討 另外不明白是否代表不可解 明不明白就要牽涉到當事人 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和桂冰都嘗試把這段說話做了讀解 我剛才用到預設這個字 我剛才用了數學的例子 數學研究幾日學研究點線片等等 預設了我們對點線片有些pre-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類比例 精神病學研究瘋狂 預設是如此如此去了解瘋狂的 這樣梁卿又說你不要用科學姿勢 你用預設 類比例 類比例 你這個pre-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你怎樣說 類比例 你這個pre-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madness 就是你怎樣說出來 所以這裏 這個作者或者逆者 用一個姿勢這個字 我們無法考究是作者還是逆者 原文是怎樣 但我們可以了解 他怎樣用姿勢這些字 因為你所預設的那些內容 那些pre-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madness 它不是一些precise 不是一些clear 可以用statement express的東西 它不是一些準確的清晰的 可以用陳述句表達出來的東西 這樣這裏 這個作者或者逆者 選擇了用姿勢這個詞 我覺得是並非不可解 也都是為什麽 它不用語切 要用姿勢 那這個呢 我回應梁卿那個說法 好像我自己都不是做過總結這樣 那如果我做總結的話 就是很多謝兩位兄台的發言 有部份都增進了我的了解 那我今天的點評 的工作 我希望帶出的點評 就是 李先生 如此去分析這段文字 這樣李先生 有沒有做到語力分析 有還是沒有 如果有 那就帶出了我剛才第二第三次發言的意思 這個欺笑怒罵諷刺挖苦的方式 是一個語力分析 是不是必須奠基於字面意識的語力分析 李先生有沒有提供字面意識的語力分析 他這段欺笑怒罵挖苦諷刺的分析 可不可以奠基於字面意識的語力分析 这是我想带出的第一点 至于第二点就是这段话我认为是有意思的 我都应该尝试说出这段话是有意思的 当然我们可以保留的 仍然不同意这段话是有意思的 当然这个想法也是开放的 我们并没有结论性地反扑到这个说法 这个就是我尝试做小总结一下 看看两个兄弟有没有什么总结 我没什么说 我想有原因可以补充 这个 都可以顺带回应了叶大良立声告 先补充 你说遇切不是那么恰当 我说姿势这个字更加不恰当 我想补充 叶大良兄刚才讨论的时候提出一点就是 他说你不明白是否表示不可解 当然你不明白不表示那段话不可解 有时我们不明白不出奇的 但是明白和可解 我想这里可能适合到一个问题就是 譬如我们说一段文字 它有没有客观意思 是和那段文字 而那个人本身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呢 可能 我想有时我们讲到譬如你分析 这个是全无意义 或者这个是与曖昧 我们批评的时候 可能有时会有一些灰色定带都未定 就是这段文字 它可能不是 因为当我们这样说时 我们可能真的预测了 这段文字起码是有些客观意思 或者没有 我们才批评它 但这个义的产生 它可能又和读这段文字 那个人可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段文字 它是不是真的 我们平时想共客观意义呢 我想至少有些情况是难以判断 或者说我们可能会有真意 或者我们有时有些不同意的地方 就是这些例子都未定 那刘桂表或者是否报处 这一句我同意 就是你刚才说这一句我同意 就是你说了一句我同意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会受到影响 就是我们认识多少 对我同一段的客观上 可不可以了解是一定的关联的 那我会觉得 就是李先生就不是太了解 就是复柯 或者譬如复柯这一段说话的意思 好了 我想总结有什么都可以回应 好了 那多谢两位兄台总结 但是我都不希望你起牢躁了 那暂暴发言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讨论 OK OK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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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